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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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Cimba 爸爸 今天拍了一條影片 是說Apple AirTab的開箱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 了解多些Cimba 記得CLS,留言,讚好,分享 還有訂閱Cimba的YouTube頻道 然後按下它的鈴鐺 這樣有新片,YouTube就會 立即提供你看 開場白就說完了 而我又終於 都開到包裝盒 有買過Apple產品的朋友 其實對他們的包裝 都很熟悉 一打開,左邊圖示 就提醒要更新了 最新的iOS,開藍牙 才能用到 而右邊就說要把AirTab 放在手機或者iPad附近 就會自動連結你的手機 本身經網上訂 可以有免費黑字服務 但最多只可以有五個英文字母 或者Emoji 所以不能印到Cimba的名字 但又不能選擇獅子的Emoji 所以最後選擇了老夫仔給他 拉開,就會聽到啟動的聲音 第一次我不成功 好,現在完成了 其實只買一個AirTab 不夠 一定要買配件 才可以成功勾到狠狠 在上面 因為Cimba經常跑跑跳跳 所以我覺得這個副廠出的扣比較適合 最重要是他玩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飛走 而我選擇了扣在他的狗帶上 這樣出門 什麼時候都會扣住 好,立即出發實測 先戴上頭盔 其實Apple官方都說明 不太建議用AirTab 在寵物身上 因為原則上 那件物件是要在靜止的狀態 才可以完全定位地找到 今天Cimba來到九公園 其實都會看到Cimba 一直顯示在地圖上 它有一個發聲功能 但如果去到搜尋功能 就會差一點才找到 因為Cimba一直跑來跑去 所以比較難定位 而我這次為什麼會買AirTab呢 是因為如果真的走失了 有多一個方法可以找到Cimba 多一個保障 而他的頸帶上 其實都已經有了所有聯絡資料 今次買AirTab 不過是以防萬一 但都是Touch Root 說句 希望以後都用不著 今次分享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在這裡